還有這個國際級兩岸法律師 陳文奇司長 陸委會師傅主委 外交部陳司長 還有司法院的張副秘書長要麻煩一起好不好 端委員好 我不引述媒體的報導了 所以我所有的引用的 通通都是政府各機關的報告跟新聞稿 我先跟羅部長請教 根據你們昨天法務部的新聞稿 說大陸地區基於犯罪結果有屬地管轄權 我國對於犯罪的涉嫌人也具有屬人的管轄權 那剛才您提到這個管轄權的淨和 那現在以這個案子 你覺得應該哪一個管轄權優先 我們還要從證據資料去看 我剛剛也向前面兩位委員報告 因為他如果在台灣有犯罪的被害人 有他的犯罪的行為 那如果根據國際的慣例 應該是哪一個管轄權優先 他還有一個叫最有利原則 要綜合各種狀況 那我請教這個陳司長 您同意部長的說法嗎 我們現在以通案性來講 一般的話我們會考慮追訴犯罪 以便利管轄 有效追訴這樣子來考慮 所以今天我們看到在 今年的2月16號的上午9點半 由陳司長所主持法務部的一個 外國政府遣送國人 之第三國或大陸地區接受司法偵查 或審辦之相關事宜裡面 國際及法律事務司的意見 在管轄權進合的時候 國際上已經慣行的原則 可以參考 通常屬地原則及便利管轄原則 會被優先考量 所以站在法務部的立場通案來說 屬地管轄優先 對不對 是不是 一般通案來說 一個是屬地原則 一個是便利管轄原則 應該是便利管轄原則 其中當然也包括屬地原則的一些 所以根據法務部的立場 通案來說 落實到這個個案 中國大陸有屬地的管轄權 所以中國大陸的管轄權優先 不完全這樣子看 因為還要考量 這個結論 我們看一下結論 結論的第四點 前開言心應該遵守 國際間有關案件管轄的通案原則 例如屬地原則 跟罪便利法庭原則 所以呢 根據法務部的立場呢 屬地原則 是比較優先 國際的通力 這是你們的說法 好 這是第一點 所以我們認為 如果從這個看起來 過去啊 都說 為什麼 各自的國民各自帶回 對不對 從五年前的那個菲律賓事件發生之後 那個不一樣 然後 聽我說 有什麼不一樣 等一下你可以說明 因為那是共同辦理的案件 然後所以呢 不管喔 那個幾個案件 包括在 斯里蘭卡 包括在越南 的案件 其實受害者 都在中國大陸 但是我們 去各自把人帶回了 對不對 所以那個時候 所以那個時候就 法務部的這個 屬地優先 就不適用了 突然就變成 那個時候可以各自帶回 那我要請問 我要請問 您去了中國大 去了北京一趟 在這之前 法務部特別在2月16號 開了這個會 做了這個結論 就把過去 各自帶回的那個處理原則 就推翻了 做了結論 就叫屬地管轄優先 這是法務部做的會議結論 我不曉得 海峽兩岸 是不是互相唱和 然後呢 在法務部做了 這個原則 去修改了過去 我們一向堅持的原則 然後呢 然後就看到 我們就看到有4月8號的這個結果 這是第一個我的質疑 第二點我要跟你請問 你們法務部在這個新聞稿裡面 最後提到 好嗎 好嗎